非常負面可以讓我們體力 感謝政管理 當管理政團隊 給我們體力的反彈 所以我的報告感謝各位鄉親舞樂 謝謝 主席致詞 我們請台灣鐵路管理局范子谷局長致詞 范局長請 交通部的張市長 還有我們嘉義縣的陳賢縣長也是老朋友 再來是我們在座有很多這個 嘉義縣的這個縣議會的縣議員 包括林議員 黃議員 還有這個何議員 還有我們今天這個典禮 我們的最熱心的贊助的單位 也是我們民雄鄉公首的陳鄉長 還有包括主任秘書 還有代表會的何主席都在場 那另外我們也有這個 我們江義雄鄉立委的代表 這個蕭副主任 另外我們有無縫科技大協的蘇校長 還有協志高工的沈校長 另外就是我們鐵路警察局的王局長 以及這個所有這個在座的貴賓 以及這個各位民雄縣的鄉親 另外就是我們台鐵局所有這個縣長工作的同仁 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非常高興來主持我們這個民雄跨站的這個新的站坑的這個啟用典禮 我還記得這個在這個去年在兩年多以前 在96年這個6月9號我也是在這邊來主持這個這個新戰的這個動土的典禮 當初這個張前立委張花冠呢 他也有立臨 現在他已經榮升為縣長 我們非常感謝地方政府 特別是縣政府 在各方面給我們的支持跟協助 所以才能夠在這個短短的這個三年不到的時間 讓我們這個民雄的心戰 用一個全新的面貌來重新來迎接我們地方的鄉親 以及從各地來的旅客 那我們知道這個最近幾年來呢 因為民雄鄉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 包括比較特別的就是 在後站跟前站地區呢 包括有中正大學 有南華大學 無縫大學 以及這個嘉義大學的這個民雄分 這個分校等等 種種的原因啊 促成了我們這個民雄車站呢 他在這個我們旅客的這個運輛上面呢 有長足的發展 那根據我們台鐵區的統計呢 過去五年來 旅客的量呢 大概成長了百分之十五以上 這表示說 我們這個一方面啊 車站的這個興建 有它的必要性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在整個的這個列車的提供 以及我們這個車站的服務方面呢 也應該要有同步的成長 我想這方面呢 我們會繼續這個秉持這個 服務旅客的這個最高的原則啊 來做好各項服務 那另外我們從剛才這個 我們這個謝段長的介紹可以看得到 我們整個的車站 是符合這個節能減碳的這個設計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多這個貼心的這個設計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車站有很多玻璃 它的穿透性很強 你從這個車站的外面 或是在夜台上 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火車從這邊進進出出 表示說這個車站的親和力 以及它的這個可擊性是很高的 這是我們未來 所有車站改建的一個典範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整個的這個輪車站 它的這個樓梯的設計呢 是非常的這個緩 非常的平緩 顏色上它也是搭配我們嘉義線 最有名的北迴歸線 23.5度 這個特性來做設計 所以不管是老人家 或是我們行動比較不方便的旅客 除了利用電梯以外 它可以很容易啊 利用我們的這個樓梯啊 能夠登上二樓啊 能夠很容易的使用 我們的這個車站的各項設施 我們謝謝這個張縣長 這個到場 感謝他過去的支持跟鼓勵 當然我們希望這個新車站的落成 不但是帶給大家更方便的這個交通 我們也希望呢 將來我們的旅客呢 能夠多多的使用 我們這個既新民 六方面的這個服務的工間 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啊 能夠做我們這個地方鄉親啊 平常一個休閒 又聚會的一個場所 來提高我們車站的這個親和力 以及我剛剛提到的感激性 那另外呢 我想我們台北區啊 基本上我們會 運用我們的這些 搬車也好列車系統啊 來加強跟地方的合作 包括我們的將來 郵輪式的列車啊 我們也希望啊 能夠跟地方政府 還有地方的特色 還有農特產品等等 來做一個策略聯盟 那希望透過這個 台北區跟地方政府啊 各級地方政府的合作呢 來促進彼此的這個 這個發展 以及他的成長 那最後呢 我還是要感謝 包括這個 張縣長啊 也是張前立委 過去對我們的支持跟鼓勵 還有包括這個張前縣 也是張前縣長啊 陳前縣長 這個過去這段時間 包括整項各項工程 建造等等的申請 都給我們很大的方便 那我要特別感謝我們民雄鄉的 陳鄉長呢 也是這一段時間啊 很主動的喔 幫我們做好各項 敦清錄林喔 以及工程監督的工作 那今天的這個場面呢 也是感謝這個 陳鄉長啊 給我們這個 非常多的這個 義務 義務性的支持 那最後我還是感謝 所有在座的貴賓 各位的鄉親 還有我們這個 各級的民意代表 能夠歷臨 我們今天這個 民雄站的啟用典禮 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之下呢 我們民雄站啊 將來的業務 能夠真真自上 也能夠帶給地方啊 更大的方便性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祝各位萬事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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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我們的辦局長 來賓致辭 在進行來賓致辭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地零會場的所有的長官以及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嘉義縣政府的縣長 張花冠 張縣長 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嘉義縣的前縣長 陳明文 陳前縣長 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嘉義縣議會縣議員 林余林林縣議員 好 嘉義縣議會黃家關縣議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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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雄鄉公所 陳福成 陳鄉長 好 好 民雄鄉公所 何建民何主任議書 好 好 民雄鄉民代表會 何聰奇何主席 好 好 還有民雄鄉民代表會 蔡龍華蔡代表 好 民雄鄉民代表會 游秋月琴代表 民雄鄉民代表會 劉秀蘭代表 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 陳建民分局長 嘉義縣民雄江戶政事務所 許鴻淳主任 民雄江戶會 吳文森總幹事 還有我們民雄文教基金會 合金董事長 民雄青山會 陳永中會長 吳鳳科技大學 蘇明洪校長 嘉義縣私立協志的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沈淵源校長 嘉義縣民雄江民雄國民小學 陳永松校長 嘉義縣民雄江 松山國民小學 李七岳校長 還有我們胡樂國小 翁寬池校長 柯林威爾幼兒學院 鄭忠文董事長 柯林威爾幼兒學院 鄭忠文董事長 還有我們民雄江 辽頂村 何曹鴻村長 還有我們民雄江 辽頂社區發展協會 何民一理事長 還有我們民雄江 東西社區發展協會 何前何理事長 還有民雄江 胡全社區發展協會 陳秋生理事長 民雄江 胡樂社區發展協會 陳明清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 江議事江議雄立委 胡處副主任 蕭天都蕭副主任 還有我們的 前立委何君松 何前立委 民雄鄉秀林村 李和秀志村長 也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您 最後我們特別介紹的 交通部 張秋村張次長 代表我們 我們行政院交通部來到現場 接下來我們請 嘉義縣張花冠現場支持 張花冠現場 張現場請 我們交通部 我們的張次長 我們鐵路局范局長 我們的鐵路警察局王局長 很多貴賓 有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老管長 文管長 我們的何君松 何前立委 還有我們的 很多代表村長 我們鐵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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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喔 我剛才走去那裡 先喝一杯燙茶 看得很漂亮 天氣很熱 但是擋不住我們民雄鄉親的熱情 因為大家都很高興 很期待 我們的跨站市的車站 已經完成了 其實我們11月 就已經啟用了 但是 就完成到今天正式啟用 本來是跨站市車站 完成 包括我們附近的 周遭的 我們的鵝肉街頭 我們都全部給它做 城鄉風貌的 綠美化 所以這部分 要感謝我們的阿文管長 在任內裡面 已經說 藏法館 正處這個議員 也是旁邊周遭的經歷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 整體都規劃完成 我們要謝謝我們的鐵路局 本來是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都規區鐵路地下化的預算 要收回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跟我們上一屆的局長 跟他講 所以他特別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 我當立法委員的中間 把民雄地區進出很多 交通建設 但是我最得意 最滿意的一屆工程 就是我們的民雄跨站式車站 我們知道說 民雄是一個教育館最大的兄弟 我們的心臟地區 就是我們的火車頭 但是因為火車站旁邊的鐵路 就把民雄隔離東西兩個部分 所以發展都不會平均 那些後天 像小孩的麻痺 萎縮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克服 這個平交道的問題 包括前站 很多的人潮跑到前站來坐車 交通老師擁賽 所以我們這一個跨站式車站 我們花了將近一億的經費 把它蓋得 現在聽說 全國比賽建築得獎 公共建築獎都有得獎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水不是只有車站 水是周遭環境 要跟著做一個改造 所以文館長 有城鄉信風帽 把我們鵝肉街改造 但是我幾天來的時候 我發現 我們的停車 這邊的機車停的 亂七八糟的 還要收費 這一點我在這邊正式 要跟我們的交通部張次長 還有我們鐵路局長講 其實這個收費不能收費 而且應該是停到我們把宿舍區 變成停車場的部分 引導民眾 把車子停到那邊去 我們這個地方 一定要維持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精神 跟經費預算 來讓它美化的用意 真的小姐漂亮 明天帶一台沿路 很難看 所以我要拜託我們鐵路局 能夠把交通停車的部分 能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而且不要收費 這很重要 我特別用這個機會 要向我們現場所謂的鄉親報告 張法官在立法委員 當選人員後 我就在民雄設一個服務處 我覺得在跨戰式車站之外 我覺得我幫民雄爭取的 不是一條路 是一個完整的交通網 所以除了跨戰式車站 我們的外環道 包括外環道現在沿道 要黏著我們的二高 164線要延長接二高 包括我們的二高 一高民雄交流道 還有我們山腳 文龍平交道 這麼多的交通建設 就是為了讓民雄第一段 擁有一個完整的交通網 所以我用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民雄鄉親對我的支持 也要再一次感謝我們的鐵路局 支持我們這個跨戰式車站的改建 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的文館長 你的人來對民雄很多建設 包括我們的鵝肉節 所以今天非常恭喜我們的跨戰式車站 可以正式啟用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感謝黨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長縣長 謝謝 謝謝縣長在立法委員任期內 極其的爭取 以及縣長任內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請民雄鄉長 陳福成 陳鄉長支持 陳鄉長請 吳九龍埚 writings x3 陳鄉長 手採炎 官員 靈北 跟我們的鉄理局長 布滿局長 張憲整 和平常 委員 陳縣長,我們國級民立代表,在做很多議員、代表的主席代表 還有看到我們農會,佛宗安審,今天我來協助我們這個活動的報題 當然我們關心的我們所謂社區、理事長 今天我們民營這個火車站會來錄成啟養,當然是民營這個很大的事情 我是跟董主你去家的心情來管理這個活動 當然配合我們理务協志願,最開心也要來感謝 過期,在這段時間,所有民營代表,有到關心到我們鐵路政策中間 我們所有國級民營代表,很多很多鐵路協助我們民營的車站改建和最新興 當然在這個時間的過程中,有不便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不過民營鄉親,我們所有的路客也都遇到旗台 未來要遇到我們先進,我們進步車站,未來車站 所以我們也都要來配合我們鐵路橋,我們的時間點 在這段時間的旗台這樣 今天總是可以來如期完成啟養民營的大事 民營鄉親,感謝過去 關心我們請站,民營建設,所有的國級民營代表 所有的中官,感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 好,在下一位我們長官貴賓致辭之前,我們再補充介紹,我們現場也來了貴賓 就是我們嘉義縣議會的林秀琴縣議員,我們歡迎他 另外再補充介紹,我們交通部鐵路警察局王瑞王局長也到我們現場 接下來我們請民雄相待會主席,何聰琴致辭,何主席請 謝謝主持人,張縣長,張署長,王局長,還有煥職長,還有蕭主任 各位在座的貴賓,請我容許我的講話時間,給我何金松立委講 因為這個經會的來源,都是由他爭取的 所以我在這邊講,講不清楚 那我請何金松立委上台講一下,好不好 何立委 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何金松,何立委 西州國級的長官和民道府的鄉親,今天最高興的看到 我們民道的跨站式的車站可以開放,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啦 希望說,會比較進步,我相信國級民立代表和國級主管出來 選舉時大家都說到一片理由,希望電影會比較進步 但是我發現說,選舉時,政黨的競爭非常既然 但是希望選擇,一直大家共同,要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每天都可以唱歌,去建設,民道這個車站就是 經由,過了很久的長官,我相信 生氣的時候,當時要做這個生氣,佛崇吉,代表會提案 上去,在我們那時候,像我做的衛生,撒毫起六郎那邊正處 那一段,他就去那一段幾天來 還有人很久賣的生活,因為我 在那一段,在九十...九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去六郎那邊有一條經費,那個站都不能用 用那條經費,已經超過了,我們才比較大了,這兩站用 那背後因為我剛才沒有人會先,佛崇吉在多,我們葬立委先 繼續,各種這個行政,繼續各個經費,剛才 是這樣到現在,繼續完成的,所以說,我知道的情是這樣 今天看到這個政大的行政,我相信會帶來賓 我們黨三兩區的發展的黨令官,這是大家的共同恩賓祝福 在這裡,感謝六郎主席 謝謝我們的主席,也謝謝我們的立委 不管前任後任,不管上任卸任 都是感謝我們所有的代表,所有的委員,來支持我們民雄戰 還有今天我們民雄新戰的啟用 接下來我們邀請嘉義縣前縣長,陳明文陳陳縣長上臺支持 院長上臺講幾句話,跟大家一起謝謝 我們今天我們和大家一位 budget 黃鮮 我們要請 有什麼大清晴的 去的折批大賓所會 2016年葬立藝出的 焦副部長署長,范錡長 我們張縣長,還有我們何前立委,陳湘長,何主席 還有我們三個議員,各位,我們在鹿、師煙會 我們敏郎所有的鄉親時代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敏郎我們的跨速合作戰 正式啟用 我們經過 各位 立法委員 大家共同的政策 我們的跨速合作戰 最好可以定案 這就是大家的打拼 今天我們看到跨速合作戰 正式啟用 這就是敏郎人 大家可以感受到 正後來可以貫通 對整個我們敏郎這個地方的發展 有很大的打招 剛才我們館長特別說 希望的就是 未來的敏郎 我們的婚姻 集中的停車問題 可以做一個鐵地的改善 我們可以受到地方的鄉親時代 幫我們支持 讓我們動算 這次 立法委員的補算 我們一定會好好 和我們的范機長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如何提供更多的一個停車空間 我想現在我們看到的我們的 火車站已經聽起來了 我們現在我們的停車場 也已經開始在輸出 未來我們怎麼讓我們的機車 能夠讓它進入 我們的車廠 停車的空間 能夠讓它更加更快的 未來我們要怎樣 跟我們現在收費的 變成沒有收費 我想因為 這樣對我們的停車 會更加便利 可以讓我們整個民郎這個地方 整個環境周遭的一個改善 我想不會看起來 很軟的 我想這都是我們希望 民郎 我們的市場可以改變 我想我們現在 希望說 未來我們可以把整個都市做一個檢討 我想未來 整個民雄鄉的一個帶動 不只是我們 未來的一個跨市火車站 我們希望 中央能夠徹底 對於整個我們的民雄地區 能夠來檢討 我相信說 這樣才對民郎的這個 地方的發展 才能讓人真真正的貼心 我們今天看到民郎是 我們這個休閒的這個鄉頂 我們的張憲長是民郎的鄉親和支持 我相信未來 我們嘉義憲一定會在我們民雄鄉 這個地方 好好的來做建設 我們相信 我們的公所 宣長 宣政府一定會通力合作 我們有機會 能夠代表民郎來作為地方委員 一定會配合公層 管政府 好好和我們中央政府來連接 可以來建設我們的大的民郎 管說我們的民郎已經30多年了